然后座三 在第三个问题 座上贡或下贡 观焉化为五妙玉 玉贡后 是否能够持送六日大明咒 加索转经轮进行法贡养 已上贡时贡养师佛 已三宝 下贡时利益 焉轻载主及一切友情众生 当然可以 可以做上贡或下贡 化为五妙玉贡后 是否能够持送六日大明咒 加索转经轮进行法贡养 已上贡时贡养师佛 我已三宝下贡时利益 焉轻载主及一切友情众生 弟子曾请教中内 上师关于第二点的疑惑 上师建议行者未修成范生前 下师焉供 战乎观想一世被观音合一 但弟子既既得西修无上密 互细布才能够修出范生 切实也困扰了许久 目前弟子仍是以鬼观想一世被观音合一 以上问题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阿弥陀佛 第二点 一定要观想跟四辈观音合一的 一定要 一定要跟观想跟四辈观音合一的 不是修出饭身前 这个下师焉供战夫观想于四辈观音合一 这是不对的 这位上师所讲的是不对的 我告诉你 你要修出饭身前 你本尊法 本尊法都没有相应 本尊法相应以后 你才修饭身 饭身很难修的 像师尊修饭身 很多人都可以感应到师尊 几乎呢 一半是真实的 一半是稀饭的 他可以感觉到这样子 师尊去的时候 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不是完全是犯 他有真实感会出来的 会有真实的 会出现的 会让你有真实感 有真实的感觉 跟你讲 什么是真实 饭身出去的时候 我的饭身出去 捏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会红起来 敲你的头 你的头 你的头会痛 捏你的皮肤啊 这样子捏啊 黑青啊 乌青啊 乌青啊 那是饭身 你要修到这样子 而且饭身不是一格喔 我告诉你喔 我在全世界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有饭身的 饭身很多的 会出现的 你在睡觉 我会摇你 摇你的床 叫你起床 你的床 你的床会震动 换身就有那一种真实的力量在 有真实的力量在 不是完全无形的 不是完全无形的去的 有真实感 让你有真实感 捏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会红啊 敲你的头 你的头会痛啊 我捏你的手啊 你的手会黑青啊 那个就是饭身 你要修除饭身啊 很难的 这个上司建议行者为修成饭身前 下司焉共战乎观想一世被观音合一 哪里是这样子 你世被观音 你如果是你的本尊的话 你跟他合一 合一了以后 你真正相应了 你才能够修饭身 饭身出来了 你就可以身外化身了 将来你的佛性 也就是饭身当中最主要的一尊 告诉你 所以在饭身还没有出来以前 你就可以修合一 绝对是可以的 这样跟大家讲知道吗 好